中美元首視像會誤前開 今次會議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 首次和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像會面 習近平表示很高興見到拜登這位老朋友 說中美都面對多項的挑戰 必須加強溝通合作 拜登說希望下次可以和習近平親情見面 又說期望今次可以和習近平坦誠對話 今次會商討美國關注議題 包括人權和印太問題 說中美領袖的責任 就是確保兩國聯繫不會變成公開衝突 對世界和人民都負責任 美國會捍衛自身價值 各國必須遵守規則